花莲市知名地标时莱运转目前正在进行修缮及周边的改善工程 而工程在开花的时候居然挖出了80年前日治时期的古物金太郎暴里雕像 文史工作者表示当初为了庆祝花莲港落成 这个雕像是建造在旧火车站前 迁址的时候就地掩埋了 花莲施工所目前请专家来商讨保存的方案 花莲市时莱运转喷雄广场正在进行整修工程 日前工程开花就要挖出一具半毁损的雕像 年长者说小时候在旧车站看过这个雕像 在民国五十几年都看过了 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你那时候你很小 我们那时候还小 那时候大概国小四五年级而已 是哦 那时候还很完整 还有还会喷水 是哦 所以是一个太郎抱着鱼吗 那是鱼吗 一个鲤鱼啦 一个鲤鱼有一个小孩子抱着鲤鱼 以前的印象是这样子小时候 对对会喷水 你看过一个还是很多个还是只有这个 我就看到这个而已 看到这个 对对对 大概知道他本来放哪里吗 我那时候在车站的右前方 在旧火车站的右前方 对对 至于这一座石雕究竟是金太郎抱鲤 或者是童子抱鱼都各有说法 这个可能还在求证是金太郎呢还是其他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知道的版本是说 因为民间来讲 日本的三大太郎 其实对一般小朋友啊是比较亲近的 亲近的 所以我们在访谈过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他是金太郎 对那我们后来这个出土之后啊 我们跟一般就是说东华大学教授有一些交流 那教授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是中国的神话 一个叫做童子抱鲤 抱鲦啊 那个神话这样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靠海的一个城市 而且我们这边是面向东边 东边呢刚好是花蓮港 竹港一个完工 所以就有点像大船入港啦 年年有余啦 那有这样的意涵 那童子抱鱼的这个塑像啊 刚好就有点像是说日本的那个欺负省 其中一个汇比区 他也是一个抱鲤的一个财省 那有点像是说福来啦 或是说宁宁有余啦 等等之类的一个吉祥的意涵 对于这座石雕的序流 市长渭嘉贤表示 地方政府会尊重文史工作者想法 而公所团队也会严历保留方案 留给下一任市长来决定 其实在公所的角度里面 绝对会是尊重我们文史工作者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嘉贤的任期可能是到这个月月底 那我们会跟新的市长来做相关的交接 那也会希望我们公所团队 在这个时候能够规划一系列 怎么样保存相关文物的一个方式 也跟我们文史工作的一些老师来共同商议 那未来可能在工程的部分 看是不是能够限定保留 或其他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保留 那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知道 这边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是所有老花蓮人的共同记忆 那也希望它能够变成花蓮非常重要的 另类底标 也是一个文物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部分 文史工作者表示 虽然要让这一座石雕作像 留在原地有难度 但无论是哪一个版本 希望地方政府可以复原或者是复科 妥善来保存 借了会欢事报道 我们看到一个温暖狼才可以 并且是不见一座石头 令人生活仍然在灵い 如果能够留下风筹